我问一下大家 你们现在十个吊球 大概十个吊球 有多少个能够直接吊死对手的 来教一个超级有用的得分吊球 我们首先看一个吊球 你看一下这个吊球它是对还是对 先给大家看一个吊球 我们的吊球应该是这样吧 应该是要往下轻心压一下 要我们的吊球非常贴网 并且吊到我们网带的附近 这个是正确吊球 你们觉得对还是不 来我告诉大家 这个呢其实是对的 但是这个吊球它吊不死对手 就是你们这种 只能吊死对手零到三个的这种吊球 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学的 这个吊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 就是我们的挥速一定要快 刚才这个吊球为什么吊不死对手 为什么你们的吊球 只能吊死对手三次 甚至有零次十次 因为你们在吊球的时候 你们的动作 你们在杀球的时候 是这样的 但是你们在吊球的时候 你们是这样的 那对手可能是小学生都看得出来吧 你看你这个动作 这么慢 肯定是吊球啊 所以我们在吊球的第一个点 就是让我们的挥速 像杀球一样快 你看得出来 我这个是吊球 我问一下大家 你觉得这个是吊球还是杀球 如果我不告诉你答案的情况下 你在对面场地 你看到对手做这样的动作 你觉得对手是吊球还是杀球 肯定是杀球啊 对吧 做这样的动作 这个挥速这么快 这个球肯定会飞很远 不可能是吊球啊 但是我们就用这么快的一个挥速 可以吊出一排非常贴网的球 并且挥速和球速都非常快 你们信不信 来给大家想 可能很多球会觉得 你挥速这么快 正常来说 挥速快的情况下 这个球应该是飞到中后场的位置 但是现在我们的挥速很快 但是你看我们的落点 发好一点 再来一个 看我们的落点 是不是挥速很快的同时 这个落点还是非常刁砖 我们的落点还是在我们的发球线附近 为什么我们挥速这么快 落点还可以这么刁砖呢 其实非常艰难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魔术P掉 在机球的瞬间 要怎么 要振还是要斜 就是要斜旁边机球 为什么要斜拍面机球 这个就是我们魔术P掉的核心力 我们要想办法将我们的挥速 转化为我们球的旋转速度 不是要转化为球的向前速度 因为你挥速很快 你转化为向球的向前速度 那肯定很快 所以我们正拍面 是将我们的挥速 转化为球的向前速度 我们斜拍面 是要将我们的挥速 转化为我们球的旋转速度 当然我们的球 旋转得很快的时候 转起来的时候 这个球猫就会瞬间炸开 球的空气阻力 就会变得非常强 球的空气阻力变强之后 这个球会什么 会向下拐弯 会向下减速 对吗 所以刚开始我们的挥速很快 球的挥速刚开始也会很快 但是因为我们摩擦了球头 所以球会减速 它先直线飞行 然后逐渐逐渐 它不是直线向前飞了 它是向下拐下去的感觉 这时候你的对手就懵了 站在后面准备接你的杀球 结果这个球刚开始也是杀球都给进你 对手拍子可能都放这里了 结果这个球向下拐弯 拐到前面 它就接不到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魔术批掉的核心要点 所以我们在每次击球的时候 我们还是用杀球的动作 但是你一定要保证 每次击球都是斜拍面 去摩擦我们的球头 放好一点 保证我们每次都是斜拍面 去摩擦球头 当你能够摩擦球头的时候 让这个球 转起来 看我们的弱点 让这个球 转起来 看我们球的弱点 是不是每一个都是在发球线死角的位置 这个就是我们魔术批掉 给大家带来的效果 感谢观看